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 以及视他如命的父母 实在是令人心痛 回顾于愿起的一生可谓是十分坎坷 年纪轻轻就饱受病痛的折磨 癌症多次的复发不仅摧残着他的身体 更是在心理上折磨着他 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是如何度过的呢 他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伊人于愿起的故事 于天及李亚平的二女儿于愿起于2022年8月21日因直肠癌补性病逝 身后留下一双儿女 而他生前曾吐露过最大的遗愿 就是希望能为女儿乐乐庆祝五岁生日 虽然这个愿望最终无法达成 但姐姐于小平和弟弟于祥泉帮他办到了 近日 于小平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于家人帮侄女乐乐一同庆祝五岁生日的照片 只见现场气氛热闹 大家都对着镜头摆出灿烂的笑容 而身为兽星主角的乐乐 看起来心情雀跃 很是开心 身为阿姨的于小平发文提到 乐乐五岁了 生日快乐 愿你平安 快乐 健康 愿你开心 美丽 幸福 愿你天天被幸福快乐包围 大家都永远地爱着你哦 于小平还不忘标记妹妹于愿取的账号 希望借此告诉在天堂的于愿旗 别为孩子刮心 他们都很好 而超给力的舅舅于祥泉 也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乐乐的庆生影片 并写下 大家都好用心帮乐乐过生日 幸福的孩子 舅舅祝你快乐 不止生日当天 每天都要开开心心 而从于小平与于祥泉分享的照片与影片中 也见到了自从于愿起告别事后 久未曝光的李亚平身影 只见他搂着孙女乐乐 祖孙俩还在彼此脸上抹鲜奶油 二人的俏皮模样很是可爱 虽然李亚平看起来明显消瘦 但看到孙女庆生这么开心 他也露出好久不见的笑容 看到乐乐快乐庆生的画面 不少网友都红了眼眶 纷纷留言 看到他们俩姐弟那么快乐 真的很感动 要永远快乐哦 乐乐生日快乐 虽然妈妈没有在你的身边 但是你多了很多爱你的人哦 幸福的孩子 生日快乐 平安健康 有舅舅 阿姨 外公 外婆的疼爱 相信你一定会幸福快乐的 据了解 于远奇生前的生活相当健康 注重养生 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坚持做运动 他发现患上直肠癌第三期时 一度精神崩溃 不明白为何会是他 据了解 2014年于远奇开始无故变血 当时的他一度认为 只是寻常的痔疮 没想到在治疗半个月之后 情况并未得到改善 而后便入院接受详细检查 最终被诊断出患有直肠癌第三期 在病情相当危急的情况下 于远奇接连经历了12次化疗手术 病情一度得到控制 在此期间 于远奇饱受病痛的折磨 化疗阶段一度指甲变黑 有时候一天会呕吐七八次 让其身旁的家人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好在于远奇意志力顽强 此前与病魔的数次交手 他都咬牙挺过 一次次转为为安 脱离血迹 本以为于远奇就此成为 娱乐圈中为数不多的抗癌成功者 没想到2019年10月 在其产下第二太后 不幸病情复发 当时爱气泡已经从她的淋巴 扩散到肝肺等器官 此时的于远奇 甚至做好了离去的准备 给儿女写下了遗书 其中写道 如果妈妈不在了 相信都是神的决定 你们不要难过 妈妈会在天上看着你们 希望你们幸福快乐 妈妈真的好爱你们 下辈子我们还要当一家人 一字一句都在隐忍悲伤 让人不禁潸染泪下 而在于远奇去世的前一天 于天还特意带着两个外孙 一同去探望母亲 当时的于天套路 女儿已经放弃了继续与病魔抗争 为此她特意将两个孩子 带来与妈妈见面 在于远奇人生的最后阶段 家人面对是否应该继续抢救的问题 于远奇的父亲的态度有所差异 于远奇的丈夫相对理性 他不想让子女到医院看妈妈 生怕妈妈的状态会给孩子留下阴影 他也尊重妻子的想法 倾向于不再抢救 但于天难以接受女儿离去 他反对女婿的做法 一意孤行带着两个外孙 到医院跟于远奇见面 他希望孩子的出现能够激发于远奇的求生欲 果然一直想要离开的于远奇 看到子女后情况一度有所豪转 可没想到第二天于远奇的病情就急速恶化 于远奇的家人也第一时间赶往医院 于天看到躺在冰床上气弱油丝的女儿 一度情绪失控 劳累纵横 后来在采访中 于天表示 当时女儿于远奇向他做手势 比划让家人同意他就此离去 家人伤心之余 还是决定尊重于远奇本人的意愿 最终签署了放弃急救同意书 让他可以彻底解脱 就此离去 女儿去世后 于天在采访中套路 女儿早上还好好的 没想到突然病情恶化 离开之前 眼睛甚至都没有闭上 对于女儿的离去 身为父亲的于天自然是悲痛欲绝 但在采访中也表示 女儿已经与癌症斗争十年之久 与其这么痛苦 不如就此解脱 可惜之前自己曾帮女儿争取到 国外最新研发的抗癌药物 但余怨奇没有等到抗癌药物便已离去 余怨奇就这样无情地离开了 只留下爱她的家人在人间独自悲伤 而她的老公更是无法接受妻子离开的事实 一度伤心痛哭 据了解 余怨奇的老公是比她小四四的圈外人沉溅 目前就传出余怨奇希望临终时 只留老公在身边就可以 可见对老公相当信任 其实 余怨奇的感情世界也历经波折 余怨奇过去在南投铸唱期间 认识了当第一名24岁的建才一二代 当时也是她被诊断出离癌的时候 两人相差七岁 余怨奇希望不要浪费对方的时间 加上妈妈李亚萍也希望她能专心抗癌 于是 两人选择分手 这让她伤心不已 也因此痛哭一场 而在此之前 余怨奇也谈了一段七个月的恋情 当时 余怨奇和整形诊所老板交往 甚至还到对方诊所帮忙 但维持七个月的感情 最后因对方的背叛而闪电分手 当时 余怨也证实此消息 男女朋友嘛 你能交往就交往 不能交往就算了 已经分开一阵子了 最后 余怨奇勤规成见 两人在交往半年后 就决定要共度一生 甚至在没结婚前 余怨奇就已经怀孕了 而余怨奇运气的过程中 只要想要吃什么 陈健都会二话不说 直接出去买 产后余怨奇因为第一次当妈妈感到疲惫 有时会对老公发脾气 但陈健仍然耐心接受这些小情绪 甚至在余怨奇多次传出癌症消息时 都陪在他身旁 陈健也成为了余怨奇最大的依靠 当余怨奇得知癌症复发后 曾对陈健说 你那么年轻 我去世了之后 你一定会再娶别人 但陈健当场表示不要 并表示会独自将两个孩子带大 陈健自责让太太成第二胎 夫妻俩彻夜长谈 甚至一度抱头痛哭 事实上 坚持要二胎的是余怨奇 他害怕女儿长大会寂寞 所以给他生了一个弟弟 而且余怨奇的子宫有异常 属于男怀孕体质 如果他不趁着身体好的时候 要孩子 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 在2019年 他一边抗癌 一边顺利生下二胎儿子 是一个很勇敢的抗癌妈妈 生命力真的很顽强 只是这一次 他没能挺过去 让人惋惜 也心疼两个孩子那么小 就没了妈妈 据悉 余怨奇即便生患癌症 也一直没有放下工作 甚至一口气 接下六个工作 主要原因 是他要为自己 赚取昂贵的手术费 另外 他希望能在离开前 为孩子们多存点钱 只是没想到 竟然还有人误解他 说他装病炒新闻 翻开余怨奇的社交账号 他最后一次动态 停留在2022年7月14日 是一则有关保安杯的 毫无分享 其实就是一条影业的宣传动态 他本人也有亲自出镜录制 视频中 余怨奇的精神状态 看上去还不错 努力露出笑容 还化了淡妆 不过 还是能够感受到 他比之前憔悴了很多 甚至消瘦了不少 不知道 是不是坏了的后遗症 他的脸看上去 也有些浮肿 在评论区 许多网友留言说 看到他身体健康很高兴 余怨奇还感谢网友的关心 另外 更多的网友希望 他能够健健康康的 余怨奇也暖心 给这些关心他的网友留言 这些温情的画面 再回过头看 让人很难过 很多人都表示 无法接受 他走得这么突然 不过 也有理智的网友表示 他的离去是一种解脱 至少不用再遭受病痛的折磨了 天堂里没有病痛 愿他一路走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哦 请期待